從高空俯瞰十幾個人攀爬地勢險峻的玉山 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 近看發現其中兩個人 竟扛著比自己還高的千里眼和順風耳 男子背著神像終於通過狹窄的通道 立刻彈琢在地大口喘氣 因為這兩尊三公尺高的神像 各重達30公斤 可以下了 可以下了 除了千里眼和順風耳 一起上山的還有媽祖和五財神 大家輪流扛著眼看玉山山頂就在前面 卻是最難走的一段路 大家幾乎都雙腳雙手同時運用 靠著意志力盤上近4000公尺的玉山山頂 去合環山的北風西風 自己自主訓練 派 再新娘 天上千里 跟我們的千順將軍 來完成這行不可能的任務 我們上去的時候 天氣是真的非常好 然後玉山上一點風都沒有 對他們專業向導來說 這是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十二個人經過七八小時的路程 走到玉山主峰 千里眼和順風耳 助力在山頂扭看群山 場面壯觀 廟方為了這次登山 更是凌晨準備祈福儀式 這趟旅程可以說真的是與神同行 接著廉價姓謝雲珍台中採訪報導 我們真的要是殺到 όσone 人 有的